中国汉语有所谓的四声八调 四声八调看起来自相矛盾 声是声调的意思 调也是声调的意思 那怎么会有四个声和八个调 其实四声就是我们拼音字母中的声调符号 就是拼上去入四声 拼声 拼,拼,拼,来,花,上声 拼,拼,与,举,去声 拼,拼,拼,跃,跃,地,入声 拼,勇,拼,六,拉 所以说平常去入四声应该很好理解了 但是入声字比较有意思 入声字写成拼音的话 最后一个字母是ptk当中的一个 这是现代汉语所没有的 或者说是普通话所没有的 某些方言还有 所以我们学习中古汉语的同学们要特别注意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赏字的读音 现代汉语这个字一般念上 但是上是第四声 是去声不是上声 上声是现代汉语第三声 所以有人提倡赏声的赏 应该念第三声赏 而不是第四声上 讲到这里我们知道 中国汉语的四声 变成了普通话的四种声调 中国的平声 变成了普通话的一声和二声 平声字 中国读青音声母的 现在读第一声 音平 中国读卓音声母的 现在读第二声 阳平 中国的赏声基本上变成了现在的第三声 现在的赏声 但是有一部分的卓音声母 会让中国的赏声字 变成现在的去声 现在第四声字 中国的去声 基本上就等于现在的第四声 然而中国的入声 是普通话所没有的 古入声字 现在有的读一声 有的读二声 有的读三声 有的读四声 其实在古代的时候 不仅仅是平声 分成音频和阳频两个部分 四种声调 都分为音调和阳调 所以说 平声有音频和阳频 上声有音响和阳响 等等 这就是所谓的四声八调 平声趋入 各分音调 全国各地的方言 基本上都是从中国汉语变过来的 所以说 各地方言的声调 都可以用四声八调 这种框架来了解 广东话九种声调 上海话五种声调 长沙六种 等等 都是继承了中国汉语 四种八调的传统 我们下来看看 如果大家应该忘记了 我们下来看看